日本齊玉宣莊河高中10月份到台湾进行毕业旅行 由副校长齊腾纯带领了12位教师 以及全体高二186位学生 丽玲担奉高中进行参访的教育交流 校长的意思是说 他說去年他找不到任何的學校 然後多虧了丹鳳的老師 丹鳳的校長找到他們 他們都快流淚 都找不到 終於找到了丹鳳 丹鳳跟他們說請來我們學校做交流 所以他們就來了 所以他非常感謝 而且還是大歡迎他們來 所以他非常感謝丹鳳高中的校長跟大家 今天呢 我們非常歡迎 也非常開心 有這個機會呢 在二度邀請我們日本莊和高校的師生 總共有兩百位到我們丹鳳高中 去年呢 我們是第一次接待他們 那這一次呢 他們有兩百位的高二同學 一起到台灣來進行畢業旅行 我們非常歡迎莊和高校 也跟我們進行了一個友誼的交流 那今年度我們也要跟他們簽訂姊妹校的一個聯盟 那透過國際教育的交流 讓我們的孩子擁抱世界 與世界做接觸 歡迎是之後學生分屬進行課程體驗 莊和高校一百八十六位學生 由六個社團親善大使進行接待 日本參訪學生認為 台灣是個熱情又美麗的地方 在教學課程方面也與日本有許多 可以互相值得學習的地方 她的意思是說 雖然語言不太通 可是她有用APP然後讓她交流 她也是跟學校學生很開心可以一起互動 今天莊和高校來到我們學校來拜訪 在今年的三月我們也有回訪他們學校 在他們學校我們學到了他們的帶人的態度 然後日本學校自然的環境 還有一些台灣沒有的特殊的課程 然後我們也學到他們帶人的態度 非常的和善溫柔 然後他們的表演非常的熱情 很希望下次還可以再去他們學校做參訪 丹鳳高中校長表示 去年莊和的到來 以及今年三月丹鳳赴日回訪 讓兩校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台日交流的過程 對兩校的學生來說 皆為民族珍貴的體驗 期許兩校的學生能夠藉此機會 學習不同的文化 開創台日雙向國際教育合作的新契機